大家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困难龙王的通关方式啦 困难龙王跟我们之前的普通龙王的打法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他对输出的要求提高了不少 所以他在搭配我们的队伍当中一样是一个坛,两个奶 能保证我们的输出同时也有生存的能力哦 尤其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在前面千万不要死亡 把我们的复活机会留在我们的第三波知识上会比较好一些 一样的,我们在打盾的部分呢,这时候需要跟我走哦 我们答案知识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了 一样还有那个绿色是我们坦证的位置 五是我们到时候剪完盾回来立盾的位置 我们还是相同的由我们的立盾奶茶小五来处理盾的部分哦 OK,诶,我不是,我要给他标吗 哦,好,还是给他标啊,他们要求要标 好,其实标效看得会更清楚 因为我们在打的时候有发现有些玩家看不到立盾的人 所以大家既然把这个拉到最大化 一样开局下封印哦 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我们的龙王协调压到80%以上 争取后面走制式的时间 我们大家认真看一下哦 大约在五分三十九秒到三十六秒之间 他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波制式 OK,看我们的血条来到了 百分之七啊 五分三十七开始走制式了 一样从背后破定哦 那我们负责立盾的人呢 就知道龙王的最对面 我们不要那个舞的那个剑啊 的后面的位置 剪完盾然后翻滚回来舞的位置 OK,看到吗 快速破定完之后 这个时候龙王处于虚弱的状态 在第一波他我们那个选择的人 就会开始选一个人 第一波跟第二波只是选第一个人哦 所以大家在走位的时候尽量站开 不要站在中间 所以他对进阵稍微没有那么友好 因为不太好躲位置 如果你被选中是不可以放技能 屏幕会傻暗 或者开通一个惊叹号 就是被选中 要么惊叹号是你被选中了 要么就是你被这个选中的人蹭到了 所以大家还要及时翻滚来躲避哦 那如果是被选中的人呢 因为这一条线是贯穿险哦 我会建议大家靠BOSS的方向去走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站在BOSS的那个位置 我们都是在BOSS的周围 然后躲避 好了,在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姿势头来到了 我们下一个姿势哦 这个时候跟我们的普通的王就不一样 必须要打红色这个盾哦 好,我们在打的时候呢 大家尽量把所有的输出集合在一起 人多的地方打比较快哦 右前方起一个红色的盾 我们有带领非常的重要 而且运气好的话盾不会很远 我们在之前帮忙打的时候 遇到运气超不好 打完这个盾 下一个红色的盾要绕一大圈哦 这非常非常浪费时间 所以打画本其实多多少少 还有看运气 大家记得不要离开那个绿色的圈圈啊 我有一波操作失误 我飞出了绿色圈圈就直接死亡了 在这边死亡浪费复活是非常非常的要命啊 好了,我们打完这个盾之后呢 又来了这个圈圈还没有收 这个时候Bose是减三的时候 所以用普攻就好了 不要放技能 等到我们的绿圈收完之后 这个时候可以放一波技能哦 现在我们都控制按普攻哦 等到那个瞬间 那这边就不用放封印了 奶的木雪的部分呢 基本上是留在我们要跑这个盾牌的时候 所以奶要好好掌控 我们是一个奶带木雪 一个奶带封印 让我们的其他输出 有最高的输出伤害 好了,来到我们的水条 三分三十三的时候啊 我们第二波的这个破定又开始了哦 一样看我们的那个小五 又要准备去减盾哦 它其实是远攻的关系啦 那正面它是没办法打我们的Bose 但是我们的输出是足够的 OK啊 这时候同样第二波就是 它一样是选两个人哦 来,选两个人 时间就到计时五秒 那这个时候呢 一定要我们这个在 立盾的人掌握方向的时候 因为它掌握方向很慢 就是用盾的人 那你要先给 到底时快要到的人先阻挡 再给下一个人 中间间隔有将近二到三秒的反应时间哦 所以大家在 我们在这个跑盾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像我们这一波盾 你看哦 刚好它今天跑的位置比较偏 然后我是拉长 然后大家站两边 被刮到的概率会比较少哦 还要加上 乃知道谁被选中的话 立刻就给它回血 所以大家还能维持生存哦 这个配合很关键哦 加上我们输出相对较高 所以有一些致死下的时间 没有办法跟大家非常精确的去说 就是打约哦 大约在75的血条的时候 第一波致死 然后第二波致死来到50 第三波血条在35%时候来到了 第三波哦 这个是非常精确的 我观察了好几个 就是我们刚才带大家打的影片哦 在素材当中看到时间都是一样的 不管输出高一点 还是输出低一点 好一样哦 我们这一波运气其实比较好 其实在打这个盾的时候 如果它那个盾不需要跑很大 全就在面前像我们这样在面前的哦 它会能为背后面的走姿势 争取很多的时间 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你看哦 在我们打这个时候 还有两分多钟哦 如果你在走这个姿势的时候 时间低于1分30秒 加上输出不足 基本上不会通过 所以在前期的时候 大家要尽可能去偷输出 比如说这个时候奶就可以打了 我们奶跟奶的同时 在走位的时候 就是可以偷偷偷下输平A啊 包括要放从滑的时候啊 都是可以偷放一下 好在我们的绿色这个收圈的时候 这一波我们会放封研 这个时候 Boss没有什么很大的伤害 奶其实可以在这一波 把封研找到那个从滑放掉 那我在普通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这边放从滑非常的巧妙啊 收这一瞬间 你就要立马放 不然这个从滑就没有用了 我经常放从滑 然后刚好最后一下 打在我们的破定上 非常的可惜啊 破定是没有算Boss的雪条了 我这一波就没有放从滑 我就压着哦 这一波的关于这个寒沙摄影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波的会决定 我们最后能不能通关 其实我是建议啦 除了奶以外 左边这一块可以收掉 你看我们前面在通关的时候 就是收掉 我完全不看雪 我不害怕 我就是走位 走志士 然后疯狂的输出哦 可是当你有看雪条的时候 你觉得自己快死了 你在下手按输出的时候 手会变满哦 这是一个潜意识的部分了 好到在现在你看 我们在轮流搭配的时候 墓雪在这边放下来啊 然后选到了我 其实我觉得这一波配合很有意思的是 那那个我们的 小怪玄武的概率相对较低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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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刮 我还活着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跟盾的配合 跟走位还要看清楚 这个我们的那个 浮荣卫射的位置 真的很关键 我在这一波才来放葱花 虽然我们死掉了三个人 两个三个都精湛 都死掉 只是要远攻 但希望我们输出是足够的 所以我们强行放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 虽然那个boss首领狂暴倒计时 他就算超过时间也会通关 因为他中间还要将近20秒的时间 让你输出哦 所以最后如果剩下三五% 大家还是要坚持打下去 真的会通关 好了给大家看 我们手通斗通过的影片 希望你也能顺利通关 我们的龙王哦 三不一 终于压血条 血条太高了 你在等盾的时候 不能偷打两箱 我就问你 会不会那个员工 哎那个员工 投诉你一下 有人丑弱 有人丑弱 不要站在那boss的位置 不要站两边来 有人丑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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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妈呀 有人丑弱 丑弱 就没有走盾 我躺在那 我站过来点 我在这边 红色 红色那边找我找我找我 这边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 哎不是那个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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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我這要轉圈 右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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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右邊再右邊 欸這是右邊近還左邊近? 左邊啊 啊那你就先跑嘛 這也這麼遠 這對我們真的不好欸怎麼那麼遠 右邊右邊右邊 快快快快快快 要出事了 我已經選不到盾欸這怎麼回事 平A喔等一下他放進來 放 準備要下一個盾囉 站位站位站位 有人炒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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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什麽什麽什麽都在我們身上 你的醜混子 還打盾囉 我這邊這個那個 你們前面 不是你們那個盾射完要立刻走 我也不要站那裏喔 這邊這邊這邊 中間正前放那個 復活還有多久 復活了 不然輸出會過不過來 平A等技能 最後一個盾 盾過要強力輸出 這邊不要放封印 等後面再放 上技能 下面再去撿盾不用玩 我們輸出個 下盒位置喔 在盒位置喔 有人醜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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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瘋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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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技能 瘋牆瘋牆瘋牆 快快快快快 心脏病都要翻